退休后 易雪仙平常只帮儿子缝纫幸福禀包 如今疫情当前 和儿子请假改车布口罩 75岁的尤余德 视力已不如过往 这次也在易雪仙的邀约下加入布口罩的制作 两人各尽其职 相互合作 一天的产量也不比专业差 桃园慈怡志工除了在社区 靖寺堂的巧艺坊 每天都有志工来拍班 车缝布口罩 品质好 有口碑 许多人是特地来请购 里面说可以再放一些绿片 或者是一些口罩把它剪对半可以插在里面 然后这样再戴 然后每天清洗这个外层就好了 里面那个可以再多用几天 除了布口罩 装一针 则是天天都来打扫并且消毒 让来访的靖寺堂民众能够安心 我觉得是不是用一个千层心 单层的心 就是用实际的行动 就是消毒这一方面 就等说做好靖寺堂的防备 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疫情 让人安心 以让自己踏实 带来新闻之上美志工谢秀丸 卓秀英 台湾报导